你好,欢迎收听雨沐观后感,我是雨沐 今天来来分享一篇电影的观后感 Fukushima 50,2020年的电影,福岛50 跟以前一样,先来介绍这部片大概在讲什么 这是一部日本剧情片,2011年3月11号 日本东北方太平洋海域发生九级强震,随后引发海啸 最大浪高40米,袭击滨海城镇 尤其核能发电厂严重受损,必须抢救六座发电机组 消防队、自卫队相继赶往现场救灾 有效降温其中两座机组 其余则发生火灾或爆炸 日本政府发布紧急命令 分批疏散当地居民约17万人 史称福岛第一核电厂事故 Fukushima 50这个片子是一个小说改编的电影 那这小说是来自真实事件 就是刚刚第一段提到的东西 那讲到这边有一点 不知道该怎么发音 因为这个原著作者 小说原著作者 门田降降还是门田降降 不知道 就投降的那个降 还是降落的那个降 我不知道破音字 降降还是降降 门田先生的报导小说 改编过来的 见过死亡深渊的人 这是他写的报导小说 若松朗杰导演 佐藤浩氏 杜边谦 领衔主演 电影故事两线并行 其中一条线 日本政府与东京电力公司 这条线有比较多的政治考量 剧情上 戏份上 比较多政治戏 第二条线 厂长与机组人员现场救灾 坚守岗位 守护家园 属于灾难片会有的情节 蛮典型的 那预告片 我看到的预告片 它有比较多的包装 正片里面的戏剧效果 其实是很节制的 预告片看起来 好像那种天崩地流 什么核灾 但正片里面 在戏剧效果方面 没有那么花俏 没有那么多效果 它非常的节制 老老实实的讲这个故事 主要呼吁后人 不要忘记这场核灾 是一部注重 纪念意义的电影 电影资讯 Fukushima 50 辅导50英雄 辅导50死士 还有英文 英文一样 Fukushima 50 这个电影原名 是用日文的片假名 所以跟英文念起来 几乎是一样的 Fukushima 50 OK 第二个部分 第二个阶段 一如往常 写下一些随笔 语目观后感 看了这片 让我想要哪些东西 带给我什么样的感触 我看完了 对直接的感触 何事故 这么敏感的议题 电影里面的说法 含蓄内敛 我可以理解 他们的选择 这部电影里面 两位主演 杜鞭签 左田浩士 杜鞭是演厂长 发电厂的厂长 佐藤在这边是演 他没有直接说 我看下来的感觉 资深技术主任之类的 资深技术主任 就是技术人员 这是现场厂里的人 代表厂里的行政担当 与技术担当 也可以这么说 说到这两位电影明星 知名度演过哪些片 他恐怕三天三夜都讲不完 非常资深 非常出名 看到这里 厂长与主任的角色 的时候想起 他们好像演过类似的人物 比方说杜鞭 在《不成的太阳》里面 演过航空工会的代表 他也是积极争取 想要把事情做好的 一个故事人物 佐藤演过 丰田汽车的创办人 丰田喜一郎 在日剧 Leaders 也是一个技术本位 有信念的角色 时间真的过很快 他们俩在这边 都不年轻 票房或者收视方面 号召力下降 不过 这个何栽电影 由他们俩来领衔主演 我个人觉得是极好的 极好的 我会这么说 应该怎么讲 老男人的特色 顽强或者顽固都好 不眠不休抢救何栽 做行政的 不时摘下眼镜 揉揉眼睛 做技术的 在现场会找时间 假媚一下 有年纪就比较多 画面或行为 动作肢体上面 有点年纪 我觉得真实感比较强烈 这部片在讲 核灾 来自真实事件 碰巧最近几年 我个人 也看了几部 同类型的电影 或电视剧 好比说HPO的Chernobo 五集电视剧 当然也是来自 真实事件 相信很多人都有印象 那在之前我记得的 还有Netflix出品 一个韩国 韩国的灾难片 叫Pandora Pandora 也是在讲核电厂爆炸 不过那个片子 是一个虚构的故事 也就是在韩国 没有爆炸过 这样的事情 没有 没有的 它是一个虚构故事 那么如同一开始提到的 这个日本电影的说法 含蓄内敛 也是可以理解的 就说福岛第一核电厂事故 该电厂隶属于东京电力公司 在电影里面有出现它的 稍微大一下 稍微大一下 没有特别把商标什么都拍出来 就是那个TEPCO 那是一个缩写 TOKYO ELECTRIC POWER COMPANY 把这几个单字的开头 集中在一起 TEPCO TEPCO 那这个电厂隶属于东京电力公司 依然存在的民营企业 到现在还是存在的 而且有股票 有股票 这些强调都是有原因的 二方面 这个事件发生 至今大概十年而已 十年差不多 2011年到现在 接近十年 换句话说 接窗发让大家记得这件事 或是检讨某某某 让大家记得 这里选择值得记得的东西 让世人记得 那有个判断 可以理解这样的决定 所以它故事说的蛮含蓄内敛的 疗伤止痛再出发 片尾有出现 那个期许东京奥运 所以在这定调上面是很明确的 进一步说 类似伤痕文学的方式来说故事 在戏剧上面会付出代价的 那代价就是不太好看 因为某些大家喜欢看的戏剧元素 在这里会被淡化 那是伤痕文学 伤痕文学并不是那种 最敢跑跳碰或是大爆炸 或是让你觉得千军一法 九死一生 那就不是伤痕文学 这样说 HBO Chernobyl 那个电视剧相当的成功 比例上大约有四成的事实 六成的创作 大概是这样 比例是我能够想到最保守的估计了 黑箱 政治 科技 辐射杀人 这些元素会让观众吹剧追到明天上午请假 有意思的是福岛和事故 它本身就是有这些元素 但是在这里就没有特别的拿出来做成戏剧 我刚刚说的比较含蓄内敛的方式在讲这个片子 在讲这个故事 那黑箱政治科技 还有辐射杀人 这些戏剧元素真的要做的话 这个事件里面也是有的 比方说 东京电力公司有什么样的企业文化 是否存在连滚键盘做安全报告 连滚键盘的方式 辅导50人 他们是什么身份 众赏之下必有勇夫吗 内阁总理大臣第一时间赶赴灾区 勤政爱民还是政治博弈 这已经三个问号了 再来 比起社会科学 也许你更想了解自然科学 对吧 一号反应炉属于美国制废水型 为什么资深员工都觉得机器很有脾气 在剧里面有讲到一号机比较有脾气 这第几个 第三个 第四个问号 核电厂的致命打击 就是所谓的电厂断电 在电影里面有看到渡边千日大叫 Black Auto Station Black Auto SBO 就是说电厂断电的严重程度 足以令国家立刻发布核灾命令 这是一个程序 一个portacle 好像可以科普一下吧 也就是说这个专有名词 这个专业术语 在电影里面就是带过去 那意思就是你有看过这部片的话 你知道当时现场非常的紧急 还是要发生的 那厂长第一时间当然赶快通知东京总公司 辅导这边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他在电话里面就是 SBO SBO 讲这个缩写 这电厂断电的意思 SBO 那好像观众好像都应该知道 那是有怎么样的严重程度 他就这样直接带过去 所以事件本身是很有戏 很多元素可以做 只是制作团队或者说援助作者 在这边选择点到为止 相对的 在这里琢磨情感 比方说厂里的老学长有人身觉悟 愿意挺身而出站出来保护年轻人 有一些事情年轻人不要做 我们老的去做 或者厂长与主任分进合集 累坏了 在那个洗手间抽烟那段戏 你有看过应该会有印象 又或者 技术主任是这土生土长的辅导人 父子两代都是核电人 我爸爸也是在核电厂上班的 即便我个人比较喜欢看这种 戏剧张力很强的故事 但是在这里看到他的抒情 有好几段戏也是看到哭 我不会说这个片好看或是不好看 他们只是选择了一种说故事的方式而已 第一个感触 我想到我看一下我写什么 在之前写的 你知道有时候自己讲过的话会忘记 这是蛮恐怖的感觉 现在想要自己讲过什么话 我第一个当时写下的感触叫做方形 四四方方的方形 先来科普一下 科普我觉得大家都需要科普一下 包括我自己 碰巧我个人彻底研究过 HBO Chernobyl的原文剧本 真的真的 那套剧有科普教育 他把核电厂基本的发电的流程 原理还有爆炸的原因 在第五集法庭系的时候 说得非常明白 说得非常明白 我不知道是俄国人的意思 还是美国人的意思 总之他说得非常明白 我就做得非常好 那就研究了一下 拿来这边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如同对白说的 不用核能专家 也可以明白为什么爆炸 所以现在来看福岛核事故 我忍不住叫野人献破 如果你有看过这个电影 或者有印象 电影里面那个地震发生的时候 有一块钢猛书法 那个怎么讲 李走龙蛇 不对 他那个力道很强 他力道很强的那种书法 毛笔字挂在墙上 每天要来瞻仰一下 来警惕一下自己的 那个书法 那个毛笔字 被表框起来的工作警语 工作警语 那很东方 因为东方的办公室 就挂一个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也觉得 东方人看东方系 特别的亲切就是在这里 我记得那块书法 那毛笔字上面写了三个大字 停 冷 风 三个大字 有特别镜头带一下 与其说是蒙太奇 不如说是小暗示 内阵问题开始麻烦了 音乐 一声 终于 不知道為什麼我總覺得何能反映相極的愛情 一旦愛了就停不下來 那不要太好奇我的核能立場 我們在這邊是講科學 核反應它會有產生那個熱能 這個熱能有巨大的蒸氣來推動渦輪 像飛機渦輪一樣轉轉轉轉轉 那電能就是這樣產生的 動能轉電能 希望我的高中物理老師不會非常生氣 可以這麼說吧 那渦輪在轉動轉動 然後開始有電產生電 核反應開始的就沒有辦法縮停就停 我個人覺得發電過程就類似燒水在煮面 燒水煮面 想像一下這個瓦斯爐只有大火 我沒有辦法開小火的 它只有大火 那蒸氣就會越來越高 那鍋子裡面在煮面的時候 它那個啵啵啵啵啵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 那這個越來越滿越來越高 你就不給它澆一點冷水的話 它就滿出來了 可是你如果澆太多冷水的話 那整個東西就降溫了 這個麵就煮不起來了 所以必須一直在 一直看麵攤煮面就會有這樣的覺悟 它不會把火關掉 它一直開著 完全是靠冷水來控制它的沸騰程度 所以說一直的監控還有調整 保持有點沸騰又不會太沸騰 那麵煮起來就不錯了 其實滾水煮面就是最棒的 在這邊差點講一下像美食部落客 尤其在煮義大利麵的時候 調水不要調火 不要調火 調火義大利麵都煮不好了 一定要調水 只能調水 下次你不妨試試看 但這裡不是美食部落客 我還是繼續講核電站 持續監控調整核反應爐 方法就是你聽過的控制棒 冷卻水 棒只是機械 灌水要馬達都是吃便的 所以核電廠製造的電力 有一小部分就是留給這些棒子還有機器 類似種水果拿去賣 然後也留一點自己吃的概念 換句話說 核電廠輸出電力是有一個最低標準 那正常情況下的標準太低 那表示它可能在維修 或者進行安全測試 在HBO那個電視劇裡面有講 在做安全測試 或是有東西壞在維修 所以那個供電量特別的低 但是那是正常的低 而不正常的低可能是突發狀況 必須停機 只要電力太低就會把控制棒與冷卻水去交給柴油發電機支援 也就是說核電廠裡面有一個備用發電是柴油發電的 這是要怎麼講 就是捷徑能源當中也會有一點不捷徑的東西 這個純粹只是玩模擬程式的心得 玩模擬程式的心得 電力太低就會把控制棒還有冷卻水交給柴油發電機來支援 也就是你在片子裡面看到的5號機還有6號機的處理方式 就是說萬一主機沒有電 備用的這個柴油發電機組也被打爛的話 你就會聽到他們大喊SBO SBO 劇中人物文之色變 那也包括我這種一般觀眾 驚呆嚇尿 因為那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核電廠不可以沒有電 那核電廠整個所謂的黑調 blackout 那個是緊急中的緊急事件 別忘了剛才有提到這個爐子只有大火 一旦沒有電去調控就像沒有冷卻水 沒有辦法去監控沒有辦法調控 先別說那個最慘的情況什麼核心崩壞熔毀炸鍋 必須重新部署電力王消防隊甚至軍隊到現場 那就沒有像玩模擬程式開啟末日模式來拯救一下 那麼簡單 沒有那麼簡單 至少那個還可以按空白鍵暫停一下 對吧 時間與輻射都是看不見的威脅 在電廠斷電的時候 時間必須競爭 輻射都是看不見的威脅 稍有耽誤一切就回不去了 天災所謂的天災 是上天考驗我們人類 你知道的 很明白的天意 就是報應或是回應 不明白的天意 就覺得是一種考驗嗎 天災是考驗 核災是科學 接下來我不想這樣說 但是救災的時候 永遠都是政治考量 Fukushima 50 這個電影裡面特別說明了現場救災的50位代表人物 所以後面加一個50 而我的觀後感沒有使用任何人稱代名詞 好比說英雄 壯士 勇夫 死士之類的都沒有 我就寫一個福島50 我覺得原文也是這樣 Fukushima 50 他沒有說Fukushima 50 Heroes 沒有他就50 這50個人究竟意味著什麼呢 我覺得讀者們自由心正 另外片子裡面有兩個人物令我印象深刻 這剛講的杜鞭謙跟佐藤浩氏 不是 有兩個人物令我印象深刻 其中一個代表日本永田廳 是佐野史郎演的 所謂的最高行政首長 這是其中一個人物 另外一個代表東電總公司 是小景英介演的 公司裡面 怎麼講 最倒楣的那一個 可以這樣說吧 在這故事 在這電影裡面 這兩個人物 是最高行政首長 還有總公司裡面代表溝通協調的代表 他們兩個讓我印象深刻 如果記憶可靠 日本電力逐步的鬆綁 民營化乃至於2016年的全面自由化 我印象中是這樣 電影裡面沒有提這個 就看到的時候有點感覺 就是從那個 你知道就是 電力公司一開始都是國營事業 那在這個怎麼講 發展進程當中 逐漸的民營化 然後逐漸的全面自由化 到2016年開始全面自由化 那這事情是2011年的事情嗎 好的 有這樣的一個歷史背景 我的想法 有一點吊詭 但是今天自首啊 想法怪怪的 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 屬於民間企業發生意外災害 它是一個民間公司 電力公司 而嚴重程度達到國家級災難 顯然不像上班 遇到跳電那麼簡單 再來 這個災難是誰的事 歸誰管 是企業嗎 是政府嗎 或者是大家都有責任嗎 講到這裡呼之欲出了 Bingo 管理眾人的事就是政治嗎 雖然電影編劇在這邊相當寬然 依然可以看得出來 這邊有在描述 東電類似故事反派 你就覺得那個 總公司在救災的時候 好像有很多考量 你不要衝動 就是那種東西 很愛鬼打牆的那種反派 就是在救災 為什麼不幫忙 還在那邊 就是那種感覺 沒有潛力可循 導致決策歸宿且錯誤 錯誤又回到沒有潛力可循 在這種無間輪迴裡面 考慮公司絕對不能到 我相信這是一般市民當中 就是一般市民聽到的最生氣的 這是人命關天的事情 而且這東西不是燒一燒自己就會沒了這樣 但是同情與悲憤逐漸平靜之後 我心中浮現這種覺悟 黑心企業或良心企業都是後話 這裡只有營利企業 再來說一下永田廳那一位 那一位是很有意思的 電影裡面沒有指名到姓 那我也不要多嘴 那他的上一任是舊山總理 下一任是野田總理 然後這個總理 他是三個字 所以這幾乎講出來了 電影裡面描述那位總理 那時任總理 幾乎是第一時間抵達災區聽取簡報 那是一個政治博弈 我直接不打問號 我記得在那個英國電視劇 《王冠》 《The Crown》 有類似的情節 那同樣也是來自真實事件 差不多在60年代左右 1960年左右 英國南方有一個煤礦小鎮 礦場在高地 地勢比較高的煤礦場 鄭明就住在平地 就這樣挖煤過生活 過了一百多年 礦場附近的廢土 已經拓展到第七座 你知道挖煤的時候 總不會挖出來全部都是煤 有一些土是沒有用的 所以說煤礦場附近 也會輻射廢土場 而這裡的英國小鎮 廢土場已經拓展到第七座 你知道它挖了多少年 然後繼續挖煤 繼續挖 過了幾年 地方上就反映 這個第七座的廢土場 它的位置特別危險 類似在順向坡 或是土質鬆軟的地方 就是說能不能夠換個地方 總覺得不是個長久之計 感覺很危險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攤下來 萬一有萬一這後果不堪設想 可是這個意見被認為想太多 就拿那種千年一遇出來說事 就這樣被不了了之 也許老天聽到了 就留下那種考驗的眼淚 是吧 不明白的天意 就覺得是考驗嗎 強降雨 我真的來個千年一遇的大雨 一連下了好幾個禮拜 第七废土場 又濕又爛 整個崩塌 也就是土石流 泥石流 鎮上有一所學校首當其衝 國中還是國小之類的 就在學校 一百多個人被活埋 其中有八十幾個是兒童 而當時的英女王一一小白二世 就是思考兩個問題 第一個 要不要自己親自去看災 第二個 什麼時間點到現場看災 菲利普親王 也就是他老公 二話不說就衝去現場了 但不是第一時間 所以說他他認為這東西是不需要想的 當然要去現場慰問 去了解一下 但不是立刻去 而英女王本人大概是災後 大概一個禮拜左右才到現場致哀 話說2020年皇冠第四季 有鐵娘子還有戴妃揭開大幕 Iron Lady還有那個 Diana Spencer 所以算一算時間 這個我印象中這個劇情 應該是王冠第三季有這段情節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可以看一下 做不做 什麼時候做 算盤上的桌子搭搭響 不僅營利企業在算 政治人物也在算 千算萬算就是不能算了 然而 與天災開桌對讀 小書為贏 只怪我們人類低估在先嗎 有了 對 多久 我們要做了 填 2 3 3 4 4 5 5 接下来第二个感触 今天感触这篇有点长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最近开始越写越长 应该是初老吧 应该是初老 第二个感触是圆形 刚讲方形 现在讲圆形 72小时救灾过程中 有一个小空档 灾情相对稳定的小空档 厂长和主任在厕所里面 补充一下尼古丁 可以想象钢铁男子 也是需要一根烟的时间来喘口气 然后再打起精神继续奋战 不过 这边讲一个转折 不过是要讲 突然想到抽烟有害健康 还是要推广一下 抽烟有害健康 不过呢 有一句对白石他们俩 突然觉得好累 就是他们在厕所里面抽烟 聊了一个东西 两个人瞬间觉得 整个无力感特别的强 整个人就无助起来 他怎么说 发生这种事 我们到底哪里做错了 说到这个厕所里抽烟 八年吉身和中年阿伯 应该都是知道的 男孩想当男人 男人想回到男孩 并不容易 只觉得怎么会这样 就像那句话说的 我们到底哪里做错了 我没有加问号 我在文章里面 就是一个句号 我们到底哪里做错了 你知道的 那句话从来就不是一个问句 觉得很难 男风拆了还是难 并不是因为事情复杂 或者是机会渺茫 而是承担后果 承担觉得疲倦 觉得孤独 有点吸不到空气 碰巧电影里面的例子是天灾 天灾是什么 所谓不可抗力之情事 害怕也是很正常的 逃避可耻 但有用 这招不太适合天灾 我相信逃避只能用来聊聊天 感受相同的温度 人员会变好 甚至免费吃到午餐 可是自己心里面明白 遇到天灾的时候 想逃恐怕也无处可逃 于是又浮现一次 怎么会这样 他们说 尽力了 就不必想太多 这种鸡汤还是留给 需要的人来喝 继续抽烟吧 我宁愿选择慢性自杀 如果慢性可以慢到非常之缓慢 燃烧自己也算留住了一些时间 还有 他们说 是时候开始认真建立非核家园 Come on man 我们不是在讲同一个时候 你知道吗 我记得之前韩国片 有一句对白非常到位 也就是那个前面提到的 Pandora也是核灾的一个电影 韩国片在Netflix上可以看到 潘多拉 应该是潘多拉 在那部韩国片里面就有一句对白 眼前这个东西 不会自己烧光就没事了 救灾的那个空档 的那一间厕所 的那一根烟 的那一刻 只有自己面对自己 坚强的有机体 你的名字叫无助 请不要误会 我在这部片里面看见的文系 并不代表负能量 无助 绝望 什么 不是哦 那种感触 类似 懦弱的人 不会自杀 认真的人 才会觉得无助 我知道认真长什么样子 执着的 顽固的 死磕的 可是呢 但是呢 我想看清楚 这里的认真 究竟长什么样子 辅导第一核电厂 大概是上个世纪 70年代开始运行了 完工 就是正式商业运转了 大概是1970年左右 左右 电影里面 技术主任的爸爸 因此转掉辅导新厂工作 稍微提一下好了 也就是他那个 技术主任 佐藤浩世言的那个角色 他有一个小时候的回忆 回忆是爸爸 一直在外面上班 在其他地方 逢年过节才能回家 那现在在家乡 有一个也是发电厂 那爸爸是不是可以 离家近一点 天天可以下班回家 真的就是这个样子 这是他一个小时候的回忆 他爸爸就从外地 调回福岛 在福岛新厂开始上班 类似那种 第一代员工 第一代员工 这是好事 先不说那种 爸爸带儿子到空旷的地方 然后指向远方 画面太老套了 至少爸爸以后 可以常常回家吃饭 有一种安身立命的感觉 换句话说 主任他们家 两代人都是核电人 而且两代人亲眼见证 天灾引发核灾 就发生2011年的时候 主任他爸还活着 还活着 两代人亲眼见证 天灾引发核灾 坚守岗位救灾 或许包含了执着 顽固死磕 但我脑补一下 他们与家乡之间的情感 非常的深 两辈子绑定 他们的认真来自于信念 信念产生的力量超越专业 凌驾一切至上 我在很多灾难电影 或是真实事件里面 看到相同的背影 永远不会嫌这种 老套啊 或什么的 不会 人生在世 只要做好一件事就可以了 他们用自己的信念 守护家园 如果这不值得尊敬 还有什么值得尊敬呢 当我们想做好一件事 特别容易觉得无助 这个感触很深 尤其是像天灾这样的 天大的事 确实会觉得自己 到底哪里做错了 开始怀疑人生 如果有幸生还 不敢说必有后福 我相信他们会觉得 自己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想要把那份感触 把这种劫后余生的感触 传递下去 在樱花绽放的季节 复苏重生 好的 分享到这边 介绍到这边 福福島50 2020年的电影 福岛五十 在这里觉得 感觉说了不少 不说了不少 我是觉得 怎么讲 你不能说亲身经历 你知道 但是2011年 我不知道 你在看这个观后感的人 阅读 或者是聆听收听的 是2011年以后才出生的 应该不至于 应该不至于 所以某种程度上 我会说 你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因为它就在你的附近 甚至现在 我不知道 Podcast是国际化的 说不定你现在人在日本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知道这件事情 而现在在电影里面在看到 那它的重点 就是放在希望 还有未来 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 很有意义的 就是说 不太会去 真的鸡蛋里挑骨头 说这个灾难片 不够紧张刺激 或什么的 我是从那个角度在看的 我觉得有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也是电影的 一个文化价值 文化价值 它会用影像化 影像化 留住一些 还有期许一些 当时发生的事情 跟未来 期待的事情 都是蛮有意义的 蛮有意义的 好的 文章就在网站上 欢迎浏览 也欢迎上网搜寻 雨目观后感 雨目散文故事 两个都可以搜寻得到 今天先到这里 谢谢 请不睹 不认识